拿起火槍把黃金融成液態 金價漲個不停 就連民眾到銀樓喜好也跟著不同 小小一個手鐲要價十萬 金氏一入手就要扣掉量成耗損 現在買到底划不划算 因為國際金價上週來到最高 每盎司2527美元 每台錢衝破10140元 但是從2017年以來 每年金價在9月都會下跌 今年有可能打破魔咒嗎 如果說一般這種飾品的金氏 銷量有相對的減少 買飾品的人都會覺得說 那我還不如買一個小金塊 小金豆 經濟上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要去美元化 那中國大陸跟蘇聯 跟歐洲各很多國家 他們會大量的買黃金 我覺得在年底 應該很容易看到2600 業者分析去美元化 也是黃金整是不斷的一大原因 攤開半年來黃金走勢 從2月15號的1994美元 一路飆漲 8月30號衝上最高2527美元 雖然週一金價小小回落 但是專家仍看好黃金的長線走勢 在聯準會預計9月份啟動降息循環之下呢 今年度可能降息四碼造成了美元爆價 其實直接的滑落 所謂的全球的央行呢 持有的黃金呢並不是短線操作 而是準備長期的持有 因此外資法人呢持續的提出 如果黃金跌破2500美元呢 是一個好的加碼點 而不是出場點 今年9月美國聯準會有機會降息 連帶讓美元指數回落 帶動黃金漲幅 但提醒投資人買金式和金條 成本大不相同 想要投資保本買什麼得多思量 明日宣傳又一箱郭文海 台報道